我又要講冷門的題目了 因為冷門的題目實在太冷了 你們要看到我除了穿西裝以外要幹嘛 要找另外一個講者來取暖 所以基本上這個講題其實很單純的 就是兩個阿宅在研究Always 然後我學生很害羞 我等一下再介紹他好了 來來坐坐 所以就是說 我們來想一下Always有什麼好研究的 剛才大會不是報告說 跟大家宣傳說我們要做那什麼 開始有一些什麼 回收座位 這叫什麼呢 這叫做垃圾回收 專有術語叫什麼 叫做garbage correction 所以你知道座位系統在做什麼事 它的管理資源 這件事議題很重要 所以這不是我們故意要趕大家 這是為了要做示範 所以我們感謝那個大會 陪我們做這個garbage correction 那我們把它當作遺失物 當然你需要好的演算法 所以這個coscar來研究 有沒有看到那個corrector 在correct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什麼 演講目標是什麼 就是我們想要讓大家體會到 其實開發作業系統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就是 有點像你可以把它當作 我同事三年前那個演講的具體版 好 那就是說 一個作業熊怎麼去運作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功能 然後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這個 from scratch 就是從無到有去開發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挑一些便宜的板子 那這個便宜的板子 基本上是 麻雀水小 武藏俱全 就是 不是麻雀這個動物很可憐 不是他水小 是他體積很小 但是他該做的都可以做 他可以飛 他可以跳 他可以走動 這件事很重要 好 所以比方說我們會挑一些板子 像這種板子 它就是它有 它有on的處理器 然後它有很多豐富的周邊 然後它有一個觸碰螢幕 最重要的是 這東西只有700塊台幣 它很便宜 你可以做很多事 然後它有完整的 open source的工具的資源 好 那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大家因為好奇 你為什麼需要另外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呢 好 那 你可能問下一個問題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另外一個核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從這個圖 從這個圖 你可以看到說 在過去的系統 那 如果我們要去看說 我們整個系統要管理 還有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作業系統其實是管理 支援的單位 那 有一個術語叫什麼 叫做TCB 不要把那個 另外一個詞搞錯了 我們這邊講的TCB 是講說 我們 真正 最值得信賴的部分 就是說一定要檢驗 它是可靠的 然後 這個另外一個叫TCB 那你可以看到說 傳統的系統來講的話 TCB範圍是全部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確保系統是安全 你每一個步驟 都要全部檢驗 那 在 開始有一些作業系統有時候分層 比方說 Linus跟Windows 它有分層 它有分作業系統的部分 那所以基本上你的TCB 就是 作業系統的部分 然後 你可能會有一些惡意的程式 我想大家 用Windows都很熟 好 那就是各式各樣的惡意程式 你可以看到說 以Linus跟Windows來講的話 如果要讓系統可靠 你需要大概 要追蹤大概 大概十萬行 的那個設計 但如果說你用一個 相對小的設計 Michael Kernel的 途徑的話 你可以要 要確保範圍 就可以下縮到 一萬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會展示一件事 這就是從無到有去創造一個 大概五百行以內 那逐步擴充的一個小型作業系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一些研究 那有一個研究叫Eurosys 那講說 有一個研討會叫Eurosys 那Eurosys 是在世界上非常頂級的一個研討會 那有各大公司 還有發行研究機構 都會在上面發表 那Eurosys裡面提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研究 Eurosys跟那個OSDI都有提到 他說什麼呢 他說其實百分 Windows XP 雖然常當機 在你各位意義上常當機 但其實Microsoft很悲哀 為什麼 因為百分之85的當機都是來自Driver 這個Driver 是誰寫的 基本上很多不是Microsoft寫的 什麼Wayson 系詞 很多公司 發現很多還是台灣公司 所以就是說 百分之85的Crash 是來自Driver 但是Microsoft被黑鍋 誰叫你賺有錢 所以我們知道 能力越大 責任就會越大 所以這講的實在太好了 所以繼續當他的蜘蛛人 好 而且這件事在Linus更慘 就是說 Linus這個比例 可能是三倍或是十倍的比例 這到底很簡單 因為在Linus來講 對Driver的貢獻 是信任制 也就是說 你如果提交一個系統 不要說USB3.0的驅動程式 那開發者 那開發者 檢驗語法OK 檢驗你的使用方式 沒有太大問題 那 這個 Kernel的維護者 會認為說 你做了一個貢獻 那你對你自己的行為負責 你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總之他不會真的去 拿一個真正一體去檢驗他 因為他相信你做過了 那所以 你可以看說 在這種驅動程式來講 相對是怎樣 檢驗的人很少 然後最麻煩的地方是 最麻煩的地方是 因為檢驗的人很少 但是 成長很快 0s kernel大概 九成都是檔案系統 跟驅動程式 這個佔了九成 所以你以前 在教科書看到 什麼mutex 三面縫 那些東西佔不到百分之十 那 你就知道 這個世界是很奇妙 那不到百分之十的東西 可以影響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修Always的課 那如果你剛好在乘大 可以來考慮一下 我們下學學 還有開Always的課 那 對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不是要講這個 就是說 那延續這邊的研究 你可以發現說 那個driver的問題 其實百分之二十三 是來自什麼 程式設計的問題 那簡單就是什麼 笨 程式開發者 笨 有二十三的問題 那百分之三十八 這很悲劇 就是說 其實是跟driver的規格 就是說硬體的規格 那 這個地方誤解了 那就是叫蠢 好 那百分之三十九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driver跟那個 OS的介面 它不相對 這叫做 蠢上加笨 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其實很大問題 就是說 因為driver是最少被檢驗的 然後但是呢 偏偏這些創造 失敗的機率又非常的大 好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要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們要把這些問題修正 然後才能夠研究一個 像linux這樣完整的作業系統 那其實你會怎樣 你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linux開發 真的非常快 基本上 大家聽研討會這幾個小時 那幫我們今天這個議程 其實你發現什麼事 就往前走了 懂嗎 就是一個小時改版這幾次 一個小時改版七次 是平均來講 好 那所以這個改版這麼的快 其實很難怎樣 很難去讓它可以符合任何人的需求 然後再來是說 事實上有很多新的技術研究 其實需要都是站在作業系統的研究上面 比方說虛擬化技術 還有一些資訊安全的議題 其實都建構在 可能你聽過hypervisor 其實它就是一個變形的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再來是可能有人聽過這個 Hetogenous Computing 就是把一些CPU跟GPU拼在一起的 類似這種設計 那其實也是透過作業系統去做 然後再來是一些客製化 比方說如果你的手機的晶片 是用那個quacom 就大部分應該都是用quacom 那少部分的話支持國貨用聯發科 感謝你支持聯發科的國貨 好 但是就大部分很多人 就用的是quacom的晶片 比方說像這種 這很無聊對不對 這個feature phone 那什麼是feature phone 你知道嗎 就開機比較慢的叫feature phone 開機比較快的 開機比較快的叫做feature phone 開機比較快的叫做feature phone 開機比較快的叫做smartphone 因為它傻瓜很聰明 好 那所以 以那個feature phone來講很有趣 即便是feature phone 那當然smartphone也要加進去 那其實呢 裡面呢 有內建一個OS 叫okel4 它的銷售量已經什麼 已經15個billion 要注意到這個billion是10億的意思 所以已經有15億的出貨量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銷售量 它就是一個特製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當然還有一種原因是 Linus-to-bass的初衷 just for fun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個OS引領很多研究 從web 還有security virtualization 然後再次 你看到作業系統研究其實帶動什麼 硬體的改變 所以像intel VTT VTX 昂的Cortex-S5 A7 昂的V8 這全部都有什麼 都全部都有 跟很大比例都是受到作業系統的研究有關 那當然這邊有一大堆這個詞 你可以把這關鍵字找出來 然後去找一下 好 那所以呢 為什麼又出現同一張圖呢 沒有啦 就是不小心打錯了 好 那所以這是提醒大家 這件事呢 其實影響非常大 為什麼又出現一樣的呢 好 幫他複習而已 沒有啦 沒有啦 當老師就常常辦這種錯 對不對 就自圓其說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承認自己的錯 剛才就打錯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2009 這個Dingle 也是在Eurosys的研究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去研究Linus Kernel的實作 3.0的實作 然後發現什麼 這個RTL RTL很熟嘛 就是螃蟹會走路那個東西 好 那那個就是他的那個 那個網路卡嘛 USB網路卡 那你可以發現他有827行 那他就有 潛長16個BUG 那有些東西比較複雜 叫做Infinity Band 那其實他有123個 你看到什麼叫不成比例 人家那麼多行 然後你的BUG不相上下 好 那所以 該犯錯我們都會犯了 就是對啊 所以我們台灣廠商有需要再驅測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一件很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短短你只看到這些跟網路相關的 它其實累積的BUG 進來有什麼 高達500個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事情 而且這是在2009年的研究 那事實上呢 Linux Kernel 3.0 不是那麼單純 BUG不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堆很恐怖的東西叫 If Define If Define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開了別人沒開 別人開了你沒開 就是類似這種 所以會遇到什麼 別人怎麼測都測不住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沒有開沒有編 所以 所以呢 我身為一個大學老師 我常常建議大家 不要冒然去看Linux Kernel的Source Code 大家知道 Linux Kernel 4.1 已經多少行了 來 多少行 不知道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呢 你每天用Linux 為什麼不知道它的行數呢 對不對 來 拿出你的手機來 對 它裡面是跑Linux嗎 對 好來 站起來 來 來 跟他講說 我要對你有愛 我要對你有愛 講三次 我要對你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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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Linux Kernel有幾行嗎 4.1 Linux Kernel 4.1 你是什麼 他已經有超越兩千萬行了 然後呢 這個是非常可怕 而且4.0到4.1的改變就是一百萬行 OK 那你看喔 一個學生如果他很認真去看我們學生這樣 一天可以看兩千行 你知道他要看多久你知道嗎 一個人只要滿了二十歲 他人生就剩下一萬天了 那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同學他很認真他看到死 頂多只能把Linux Kernel 4.1看完 可是你也知道他看到死那一天呢 其實Linux Kernel不知道多少版 什麼 像Fiberbust那種版本啊 那可能是141.10 怎麼鬼我也不知道什麼數字 You know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所以你看那個行數就真的 衝了 所以到3.2 那3.2的時候已經一千五百萬行 那4.1已經到什麼 已經到超越兩千萬行 好 然後呢 這有大量的修改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提出一個途徑 就是說 我們希望用一個簡單的設計 帶著大家去什麼 體會到 其實做系統其實很有趣 可以用一個很小的東西來驗證 所以我們這邊介紹兩個維持 一個叫Mini on維持 這是我們上課來用的作業系統 就從無到有去開發 那他就給一些譯子 那你可以在這邊可以下載 因為這行數很短 那甚至有我們後面的簡報 其實甚至直接用裡面的內容 就是橙子碼貼到那個簡報裡面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拿來當大學教材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百分之百由陳大的學生去寫 好 那接著等下完結 就要切換到那個陳建林同學來跟他分享 那他在分享之前 我就來介紹他一下 就是 對我來講我在陳大 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比方說去年 可能大家知道就是CostCover 我一個學生其實眼睛看不到 他跟我說他要學習寫程式 要學習Linux 那為了能夠讓其他視力有障礙的人 可以用程式 那我說 你為什麼想學嵌入式系統 因為他說盲人的東西很貴 他希望可以自己打造 就是從硬體表演 從硬體到軟體到演算法自己打造 然後他希望 因為很多專利很貴 希望可以做出迴避這些專利 這是很偉大的事情 然後呢 像這樣學生其實我遇到蠻多的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感動 像陳建林同學 來來來 不要害羞 他跟我一樣害羞 好像看到我年輕的我對不對 再高一點就行了 那這個 所以就是說 他基本上他是機械系的同學 他去年上我的課的時候 是完全不懂的 也是連西雲都不懂 第一 但是他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去克服困難 然後就甚至可以去維護 我們拿來教學用的作業系統 他才會講這個部分 好 我們鼓掌歡迎陳同學 謝謝 謝謝大家 然後我現在要講的部分就是 你要總的去 就是總的去建構一個真正的 真正的作業系統 在ARM的 Cortex M3上面 好 然後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 就是 你要有一些關於C的知識 就是 其實課堂上都會學到 就那些基本的知識 然後還有 因為你是要建構在ARM的架構上 所以你就 當然要知道ARM的架構是長怎樣 然後還會用到一點點的 一個Assembly這樣 然後最重要的是 因為一般人 我們聽到作業系統的話 他們都會覺得 就是作業系統是一個很大很複雜 所以可能會就是 會害怕去深入它 所以 當你要寫一個作業系統的時候 就是重點就是 你不要去怕 就是 就直接做就對了 對 然後現在我要講的是 剛剛Jesup所提到的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小型的OAS核心 然後它是寫在ARM的 然後它算是一個 一個草圖這樣 然後 因為它是從簡單到困難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 用來教學用的 一個很好的範例這樣 然後像它就 最基本上它就有 從HoloWord到ContextSwitch 然後最後再加上一些 就是排程什麼的 像Time Interrupt 然後我們可以做到 Preemptive這樣 然後最後再做到Fread 然後就是 讓它的 OS的功能更完整這樣 然後接下來看 就是 Mini-OnOS它可以多簡單 好 這是它的HoloWord Code 它Code就只有這樣而已 然後我們從 一開始來看的話 它一開始進入點就是 它的Startup 然後因為 因為 因為就是 像我們一般寫4億元 你一定要有一個man 然後man會進入 然後開始指引的程式 然後像 On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有一個startup 去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然後這個startup 就是 就是 就是告訴 像這個isr Ractor 它一開始就是告訴你 你的進入點在哪裡 這個 像這個resetHandler 它就是告訴說 你第一個進入點 就是resetHandler 然後所以會往上跳到 這一個部分 好 然後這一個部分 就是 就是我們的resetHandler 然後 然後它定義的是 就是它會進入到 然後這個 我們打斷一下 就是順便來出來澄清一下 就是 很多同學都 很多社會人士都會問我說 欸為什麼你上課都沒有錄影 就是我們教材啊 程式碼 反正 就是除了上課錄以外的東西 我們都有open出來 那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你上課沒有錄影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等一下 知道我問的問題 就知道我上課為什麼沒有錄影 好 Startup 拿來幹嘛 Stop 就是 就是設定一些硬體的 就是 什麼硬體熟啊 就是打它出屎話這樣 出屎話什麼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你要把 你要把那個 那個 那個 Data Session 從 從 從Fresh 對 你從剛來到現在 嘿 你講了很多東西 對 但是有兩件事沒講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那個 OK 所以等於什麼都沒講可以嗎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Startup在幹嘛 Startup在 在 在 有沒有看到同學在抖 所以你看我這個 上課我怎麼可以拿這個東西來錄影 懂嗎 懂你什麼 對不對 翻轉教育人家會說 在虐待學生 好 繼續 好 好 所以請 請原諒我實在是 到現在為止 我們要有很多 助教幫我剪掉這種 同學霸奪的畫面 好 繼續 好 然後 所以 所以 沒有 當然是同學故意的 他是為了讓我可以接起來 無縫接軌 所以我們來 特別澄清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邊就是說 在 以 按來說的話 在你上電那一刻 會觸發一個 叫做reset Exception 那這個Exception 它會對應到什麼 對應就是所謂的一個 會有一個 ISR的Vector 後面會講 那所以總之 我們如果註冊一個 resetHandler 註冊在這裡 那一旦上電的時候 那個Arm會切換到 會跳躍到 這邊指定的 指定的位置 所以實際上怎樣 會從這一行 這一個位置開始執行 那實際上就跳躍到Mate 那我們剛剛問到說 那個Star在做什麼事呢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算你的Arm的手機 Arm的 Arm的 平板 或是類似Arm的產品 那其實就算你的Ram有 4G 8G 不管有多大G 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很大比例都是Eternal Memory 所以也就是說你開機的時候 只能看到很小的 很小的空間 那是在Unchipped Memory 就只有一小段 那這個Unchipped Memory 非常小 所以你需要怎樣 你需要一段特別的程式碼 讓你怎樣 去設定好周邊 讓你可以看到怎樣 看到外圍那些Eternal Memory 然後才能存取到4G 8G 一堆G 那你可能不小心 你知道4G就是什麼 GG加GG就等於4G 那8G是什麼呢 就是GG加GG加4G 那就等於8G了 對不對 這廢話對不對 考大家一下 那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大家就要解決這種問題 比方說你的記憶體的對應 還有像一些必要的周邊的初始化 可能要設計一些clock 好 然後現在就是因為它進入到C的Entry Point 所以就是它進入到C的進入點 就是這個Main 然後它進去之後 它首先做的是RCC 它這個是設定周邊的時脈 對 然後RCC是一個clock 對 然後有興趣可以去查查看 然後下面是一個序列輸出的它的設定 就是你要設定這個 你才有辦法對它的序列周邊做 就像中端機那種東西 就是你要把它開啟這樣 然後這是對它做設定 對 然後你設定完之後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個程式 這個Hello World 我們是有真的成功的執行它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put function 就是我們要印出Hello World 然後這put function 就是對應到上面的定義在這裡 然後它要等 就是這邊是一個迴旋 它要等到 你我們這個序列輸出 它的Flag是可以傳送的時候 它就會一個byte一個byte 然後把這個字送到我們的輸出 這樣 所以最後螢幕上就會顯示出Hello World 好 然後這都是我們的man 然後 然後因為 這時候要再提問了 對 好 這個東西在幹嘛 為什麼要做一個ender 然後FF在幹嘛 我嗎 對啊 還有別的嗎 有啊剛剛那個 對喔還有剛剛那個 對對對 來來來 為什麼為什麼 終於知道什麼叫翻轉教育了吧 你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啊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end F 對啊 就是它不是輸出那個 輸出一個byte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欸 我不想聽到你的答案了對不對 有嗎 沒有啦 來來來來來 不要嚇你啦 現在只要認真一點的嘛 就是說 剛才同學不曉得回答出來 大家講很小聲都沒聽到對不對 所以我幫他附送 你看喔 左邊不管是什麼 什麼輸入對不對 那最後一定什麼 一定是一個byte的範圍 對不對 這是寫程式的小技巧 好繼續 好 然後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吧 好 然後 就是你看它的程式嘛 它 它這邊其實只有66行 就是少於70行的意思 就是很少的意思 所以就是跟我們一般想像 就是 可能會有 就是你要從 從一個 你不熟悉的硬體 這樣做起來的話 其實它 它只需要 就是不用到70行這麼多 然後其實你把它擴充成Martifredding 然後它也不到500行 就421行而已 然後 就是主要就是我們的架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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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這ARN的整個架構 它大概是 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開始寫Seesaw 就是那個 葛努托勳的開發流程 對對對 然後 Seesaw的下面 他故意講錯了 為了大家可以揭發 這個又要講一下 就是 就是我 我以前啊 我以前還是學生的時候 雖然現在還是嘛 還已經大學三年級嘛 就是我以前是學生的時候 我最討厭一種老師 就是上課坐在底下 叫學生你來報告 嗯嗯嗯嗯 就很討厭嘛 他有沒有睡覺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下一堂課就不見了 就生下那個助教來 好 所以呢 就我覺得 就是老師呢 不能只是出一個什麼 出一個報告 叫學生報告 這我覺得不對 老師要去 找出裡面有趣的點 或者找出學生故意埋的錯 對不對 所以你跟剛剛說 剛剛的同學故意講錯 他在讓大家知道一件事什麼 這是葛努托勸 所以就是他的 編譯跟連結 然後最後到什麼 最後到燒入到硬體 然後硬體的執行流程 好繼續 好 就是燒到硬體的執行流程 好 然後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這個linker script 因為他會 他會在就是 他會描述就是 我們的session要怎麼放 然後我們的memory要怎麼沒屏 就是我們在call執行完 在給linker的時候 linker要知道 你要怎麼分配你的記憶體 對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你才可以 就是三家控管的記憶體這樣 然後 然後 像這邊 這邊有看到一個keep 然後ice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三家控管吧 等一下再給你吃機會 他是什麼 呃 呃 就是 欸 我知道 有個同學回答了 對對對 就後面那個同學 對對對 穿黑色衣服了 對 他已經回答了 他說什麼呢 好我幫他附送一次 他說了一個東西就是 沒有因為 就是我們的心感教 那個心電感應對不對 也是屯大的同學吧 欸 爛打 舉手一下 對對 有沒有 我們就這樣傳遞了 我們用很厲害的那個FFT傳過來 好 那所以就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不是講過 on啟動的時候呢 會什麼 會跳躍到特定位置 觸發reset handle 跳躍到特定位置 所以 我們的reset handle 一定要擺在什麼 特定的 記憶體 所以LinkedSquare在做的事情 最主要是這樣 讓你把你的程式 擺在特定位置 比方說像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說 剛才reset 一定是放在這個區域 所以實際上呢 這個東西 我們最後把它對應到什麼 記憶體的 就是 應該說我們的定值空間的 那個起始位置 那一旦 比方說 我reset handle reset的exection 發生的時候呢 就會跳進來這邊執行 好 所以不是妥善運用 而是一定要排在特定位置 好 我們才能夠做到特定的 開機流程 以及相關的動作 好繼續 繼續 所以現在我們將 ISVector 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確保 它reset handle 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會 就是會在這個位置 這樣的話 就是arm才 才可以知道它的 起始點在哪裡 然後 然後 剛剛那個 iservator 它就是 interrupts vector table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table 就是關於所有 所有arm的 interrupts 還有它的 stack pointer 就是它 初始的stack pointer 它會依照這個順序 這樣放下來 這個順序 是arm所定義的 對 所以我們就要照 它這個順序 就是 你可以撰顯自己的 方言去處理它 然後 它定義的 就是第一個 reset handle 是它的進入點 這樣 然後 stack pointer 就是它 一開始stack的 stack pointer的位置 起始的位置 這個 這邊那個 i star vector 對應到 前面linked square在哪裡 這邊 跟前面怎麼對的 對 商業 這兩個關節在哪裡 這兩個關節在哪裡 因為 因為它這邊 它keeper就是不能 garbage collection 然後 然後 這個關鍵是很嚴肅 對不對 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collare多少 對不對 所以剛才是故意的 你看 我們garbage collection之後 多數人都有位置可以做 你看 對不對 所以 軟體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脫卷不是只讓你伸出城市馬業 像這種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 我一定要保留一個區塊 因為那個 下一個 下一個是什麼 因為我們真正什麼 真正的進入點 就是 一上電 一啟動之後 我真正跳進去的是從 剛才那一個位置去跳的 所以 那個程式一定要被保留下來 好 那因為前面要放什麼 stack pointer 好繼續 然後 所以它就會 依照這個 interrupt vector table 去進入 它的進入點 然後還有取得 一開始 stack pointer 然後現在 就是我們就知道 它基本的 Memory mapping 還有就是知道要怎麼 就是去用一個 entry point 進入點 所以說現在你就可以 開始去 開始去 就是 開始去做你自己的 自己的system 看你想要做成什麼樣子 就是有一個基本的觀念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 Multi tasking的部分 就是 這個是很基本的圖啊 就是從 kernal開始 就是它 contact switch 到task a 然後再contact switch 繼續回kernal 然後kernal再自己schedule 再回來 再回去 好來 為什麼contact switch 那個詞叫做contact 為什麼 因為 它要切換 因為它的 它要切換啊 大家沒有看到 我們大學教育的問題 對不對 這學生都可以回答 一個很棒的答案 什麼contact switch 因為它要切換 你剛才回答因為愛 好不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 有沒有contact 那個字啊 contact 好像有 為什麼 後面看到我的照片 不是啊 contact 對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是說文解字 因為我老媽是國文老師 所以我也有說一點 國文的薰糖 但是這是英文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解釋 這個contact 我們知道一件事 中文是什麼 是前後文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contact這個詞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出現 complete會出現 always會出現 甚至先連保險 都會出現這種詞 那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們的目標是怎樣 是在單核心 或是在有限的資源 這樣創造 更多的執行環境 更多的執行單元 就是更大數量的執行單元 所以我們要讓這些執行單元 如果說它是一個task 或是它是一個process 或是它是一個thread 我想像怎樣 這些task thread process 可以切換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context 實際上怎樣 是我去記載 就是說我要多少資訊 才能夠描述這個task 我不需要把所有內容 就是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去表示 我們可能是記錄什麼 當下處理器的那些暫存器 還有幫助說這個task的必要的資訊 這個thread的必要資訊 所以這邊的context是這樣 是足以表示 或是足以代表 這個task的資訊 我們叫context 那既然你切換之後 你把這些 足以代表的資訊切換之後 它就可以做到 實際上可以切換process了 所以這個因為I 背後是有解釋的 繼續 有沒有覺得同學有點緊張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在講第三次 我每學期都會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錄影 對不對 你看到同學一直發抖 對不對 這我要錄什麼鬼啊 對不對 Costca不會錄影怎麼辦 好 我們就錄了 好 繼續 然後這裡 在那個meanunless 就是我們從kernel到task 我們是利用一個 我們自己寫的 叫做activate的方式 然後從task到kernel 似乎叫它的一個exception 叫做svccode 然後這個後面會提到 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這裡有 就是arm Cortex M3 它有兩種 兩種就是level 然後它有一個就是 什麼level 特權模式 那不是模式 那就等級吧 特權等級 level 對 level的意思是什麼 是等級 好 所以這個同學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很多人寫成是 之所以寫不好 並不是邏輯觀念不夠 對 很多時候是英文不好 所以我們這門課其實要從英文開始教 不要懷疑 對 爛倒不要偷笑對不對 好 那 繼續 好 這是特權等級 還有 非特權跟特權嘛 然後特權就很簡單就是 當然就是所有權限都可以用嘛 就像roots一樣 然後非特權就是 它可能某些 某些指引它是不能用的 像是mrs去存取 那個stack pointer之類的 然後還有就是 mrs可以存取很多 可以存取那個 輔助的那個 處理器 corp是什麼 好 繼續 然後還有它也不能 它也不能存取 像是system timer mvic 或是 或者是那個 system control block 就是 tcb那種東西 然後 爛爛 為什麼要切換這兩種 特權等級 為什麼 就是要 避免 避免那個 那個 user stack 去亂弄它 就是保護機制 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 機制 讓作業系統 或者是 我們叫做 monitor 就是反正一個 一個 在意義上 它的 等級 跟權限是最大的 去管理所有資源 就像 我們會有那個 我們 corp大會有什麼 會有corrector去找 找那些占用的位置 這樣子 這樣子才能夠去切割 這個執行環境 所以 一般的設計來講 會切換這兩種 那on 在新的codexm 也不是新 反正就是說 在oncodexm 它就分這兩個 特權等級 好 請繼續 然後 它還有 等一下 你要不要喘口氣 可以吧 撐得住 好繼續 還有兩種 你以為過了很久嗎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其實才過怎樣 整整30分鐘而已 所以 後面還有很多時間 好我們繼續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它還有兩種 因為這個議程是一個小時的 好 繼續 好 好 沒關係我還有10分鐘 好 好 沒有要嚇他的 你看這個東西怎麼就可以錄 記得幫我剪掉 好 然後它還有兩種 就是 possessor mode 就是它有frame mode跟handle mode 然後frame mode就是 一開始預設reset 進入就是frame mode 就是反正 你沒做什麼 它就是frame mode 然後handle mode就是 就是它只有在extension的時候會進入 然後它一定是特權模式 然後frame mode可以是特權模式 也可以是非特權模式 這樣 這是它重要的 這也很重要的不同 然後 然後stack pointer又有分兩種 在cortextm它有把stack pointer分成msp跟psp msp就是mainstack pointer psp就是processstack pointer 然後 為什麼要分這樣 因為就是說 你process每個 就是user自己的task都有自己的stack pointer的話 這樣我們可以 就是方便在multi-flating之中 就是contexts局可以記錄他的諮詢這樣 然後這個是cortextm的register 然後 就是 這邊是0到12 就是跟misp 差不多 就是0到12 是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然後13就是 spl 就是stack pointer 然後l 就是那個 這邊有寫 link register 然後pc 就是program hunter 然後下面這些是 要用 像是msr 和mrs 才能存取的一些 一些特殊的register 像是program的狀態 然後這是 esession的mask 好 然後 再來是 contextswitch 就是這裡 contextswitch的話 因為我們要進入 所以就是要儲存那個state 所以就是 這是kernal stake 一開始我們進入就是kernal stake 然後我們kernal stake 你一開始要把 就是你要開設置 因為你要save state 所以你要把 cror register的東西 把它搬到 把它push回去 所以這邊就是push 對 把它push回去 你的那個kernal stake 然後如此 就是我們可以 從kernal stake 切換到test stake 然後這件事利用 不是來電你啦 休息一下 好 那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一些處理器 比方說cortextm 它有個機制 它為了去確保 contextswitch的處理 可以有效率 然後整個程式 開發 可以很精簡 所以我跟你講說 contextswitch的時候 其實這個處理器 會幫你把 佔能器放到 那個stack 所以剛剛講到 那個msp跟psp 非常重要 尤其怎樣 這表示什麼 我們要怎麼去記錄這些 這些 register的內容 好 繼續 然後 像這邊就是 我們把 那個值 我們把它的位置 因為這時候是psp 我們把 它的位置丟到psp 好 然後就是 反正我們這邊就是做一個切換 就是把 從msp切換到psp 然後它是透過這個control的register 你去把 3這個數字 它是一個binary的 表示式 對 然後把它存進去之後 它就會切換成psp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已經到 就是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demo 因為時間不夠了 好 然後這個是 要特別呈現不是時間不夠 是氧氣不夠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東西 來振奮大家的心情 對不對 就是我們需要程式碼 我相信在座各位看到程式碼 都會興奮起來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在展示什麼 展示那個 對 我覺得非常小程式 好 解說一下 這個程式就是 就是marti freddy 你去看到 有非常閃爍非常快的task 先停下來 好 停下來 所以你看到 這個兩個task1跟2 在這邊可以看到 可以交錯 然後重點是什麼 模式是改變的 好 繼續 好 然後 切過去 然後 再來是說 我們來看一個 你一定要從頭開始嗎 好 沒有 這個同學是求好心切 所以我們看到 在成大有時候 遇到這種求好心切的同學 就會覺得很感動 對不對 但是各位都懂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繼續前進下去 好 所以我們來接著 來看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 我接著怎樣 接著我怎麼去擴展成一個 context switch 怎麼擴展成一個 multi-thread 就是 怎麼擴展成一個 multi-thread 就是 像剛剛 就是 這邊主要是在講說 就是 minrx就是一開始從 Hallover 然後往下擴展到 context switch 到下面的 multi-thread 然後之後他的 之後他再往下的時候 就是由我們 就是自己自製的一個 叫做 rtmv plus的一個程式 這樣 然後 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對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它是一個小的 realtime的作業系統 然後它是基於 QuestM3 它跟剛剛那個 minrx非常類似 它有點像是它的擴充版 這樣 然後這是它的一些特色 像是它可以跑在 實際的引體上面 然後它也可以 就是它也可以就是 寫自己的程式 就像 briatus的那種用法這樣 然後 然後它也是基於這個 micro kernel 它類似看micro kernel 它只差沒有 把memory server 丟到 user mode而已 解釋一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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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 kernel就是 就是 就是把大部分東西 大部分 kernel所用的東西 都放在 user mode去執行 因爲一般來說 如果你 東西放在 colon mode的話 你修改比較不方便 而且你要存 你要對一些 對一些 做存取的時候 你要 可能要花費過多的 contact switch 所以我們把它丟到 user mode 這樣的話 它 比較小 也比較 就是我們要對它 修改比較方便這樣 然後 這是RTMV的一些特色 對 然後 然後 RTMV有 就是新增 新增一個 就是叫pnsv 它是算是 context3的進階版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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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它在 一個新的feature 是 就是pns5e 這是新的特色 然後它是基於pns6的標準 然後pnsv它 它最主要就是 就是它從task 然後比如說它被interrupt了 然後它 它進入到isr 然後它又被interrupt了 然後它到第二個 第二個isr的時候 就是它在第二個isr 執行完成之後 會回去再繼續執行第一個isr 然後第一個isr執行完之後 它才會執行pnsv 等於說pnsv是優先權最低的exception 然後它會執行context switch 然後再回到task 簡單一下 我們要看到有個情境很有趣 有個情境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 看起來是第一個任務 跟第二個任務之間切換 但是在真實情況下 你會怎樣 你會有interrupt發生 然後interrupt發生的時候 你會有isr 會去執行 但是 在執行isr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再觸發另外一個interrupt 是會發生的 所以 所以on遇到這種機制 其實怎樣 會去切割 比方說它設計一個東西 叫pnsv 確保說你在所有isr做完 可能做散後 或是做你其他 比方說切換thread的這種動作 所以實際上 剛才講的mati thread 其實建構在這樣的一個特性上 好 然後剛剛講的pnsv 就是一個pnsv建立出來的標準 它主要是用在小型的real-time system 然後它剛好符合我們rtmv的想法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它擴充成 符合pnsv標準的 然後現在 現在就是 build的話 就是 主要你要build pnsv的時候 你當然要先了解它的標準 是怎麼樣 就是它的API 比如說p thread create 然後它裡面要傳入什麼參數 然後p thread 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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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e 它應該要長怎樣 對 這是你要從它的standard裡面 去瞭解 pnsv這個標準裡面去 然後你要知道你build 在什麼 build在什麼 build在什麼系統上面 對 然後有一個叫做pnsv test suite 可以讓你測試 測試你的東西是不是符合規範 然後之後就是不斷的測試 就是測試到你的test suite會過 然後現在rtmv有完成這些 然後剩下都還在做這樣 好 然後 然後gdb的部分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 因為我們在buildOS的時候 如果你用gdb的話 當然是會 就是有利於你 你程式的 程式的 編寫 然後但是 因為你這buildOS 它有context switch 所以有expression 然後expression 在build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你沒辦法用 backstrass 就是bt 是沒辦法用的 所以你看不到你的friend 因為它會被 因為你context switch的話 它是藉由expression的return 所以它的位置會被 會看不到 所以你沒辦法用bt來看 它是在哪裡掛掉這樣 所以這比較麻煩 就等於說 你在追蹤的話 又要從頭到一個一個 去設breakpoint 然後 你也可以 因為return 在建OS的時候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用layout return 讓你的gdb分三下兩層 然後上面是 秀出那個return 然後x去看在address裡面的值 像是你要看stack pointer的前16個word 是不是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用x斜線16w去看說 在stack pointer的那個值是正確的這樣 好 然後其他人就是 就是你要建一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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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從 像同名rx那種簡單的構造開始 然後一直往下深入的時候 就是 大家都可以做出一個 你自己專屬的作業系統這樣 好 謝謝 好 我們感謝jsep跟陳建寧同學的分享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開放兩個問題 有沒有要問問題 我們兩個可以相互問問題嗎 沒有沒有 這邊有些參考資料 所以大家看問問題的時候 對 一定有同學問 一定有朋友們問 不是同學 就是我們程式碼在哪裡 完完全的open source出來 BSD license 然後剛才講到PS151就是 基本上你在Linux上的那些API 基本上都是 符合這些pots的規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實作 在一個小型的硬體上 實作一個 類似Linux一部分的API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好 有沒有問題 先講 我想問一下就說 剛好都沒有提到 Hoodload的部分 OK 好 這問題很好 就是說Bloadload 那你之前是對X86有一點概念 對不對 我假設對X86有概念 那事實上其實 以剛剛我們那個開過程 其實我可以看到有一張圖 就在講那個 切一下 好 那剛剛有一張圖在幹嘛 就是講那個開機流程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Bloadload其實不見得是必要的 以UN來講 很多時候Bload 幫你做好必要的初始化 像Bloadload這個地方做好初始化 比方說去設定那個 我的 UNCHIP的Memory 還有Memibus 所以其實你的 你的那個 硬體本身就把你設定好了 所以實際上 我不見得一定要有一個Bloader 當然你要寫個Bloader也OK 因為你有可能要 用一個比較小的 小的系統 小的程式去載入更大的 作業系統 像Linux kernel這樣子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個Uboot 因為還要涉及到壓縮 然後Eternal memory有問題 好 有問題嗎 欸 我看到好多人在舉手了 不知道怎麼選擇 沒有 有點累 好 那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希望說大家就是 可以把我們的Source Code抓來 玩玩看 然後我們相關的一些文件 注意到很多是中文的文件 那 感謝大家請來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這邊 有一個小問題 請問一下你那個Source Code 為什麼有一個箭頭 連到Linux kernel 這個太好了 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好了 就是我們剛才是故意弄錯 不是 就是畫錯了 好 那你的問題應該是 我想一下 我確認一下 你的問題是這個問題嗎 這個箭頭嗎 不是 是這個嗎 那是畫錯了 好 好 Linux kernel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太好了 那這是畫錯 好 就有時候怕沒有梗 就是給大家安排一下 好 那我們只好 再次感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待會我們下午5點的時候 有一個 拍賣 慈聚的拍賣會 慈善的拍賣會 不是事情 終於 慈善的拍賣會 然後主持人是高村長 所以各位可以移動 在R0 不是啊 你跟劉哥成員都發生了嗎 哇 好 好